今天也是感謝市政府幫助安排 可以來鄉下請安 也接下來來看看長照2.0的實施 還有公共拖曳政策在臺南在地執行的情況 長照2.0增加了很多很多的實施 也就是政府能夠支付的提供給民眾的服務增加很多 尤其是這次有增加了失智者的照顧 這個是一個跟長照1.0最不一樣的地方 就是我們在2.0裡面強化了對失智者的照顧 因為現在的失智者的數字越來越高 而且年齡一直在往下降 所以對於整個失智者的照顧 這個是國家很大的挑戰 同時我們對失智者的照顧 還有從醫院到出院 在出院以後所得到的照顧 這都是我們在長照2.0 裡面非常注意的事情 我今天看到這個空間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空間 公園用地可以拿來做這樣的利用 我覺得是一個蠻聰明的做法 因為這樣的環境確實是很好 讓我們的老人家 讓我們的小朋友在這裡的活動空間可以更大 所以我們長照也好 公園也好 其實最大的挑戰就是適合的空間 這個想法我覺得是蠻有創意的 長照能不能成功 除了中央的政策跟裁員的重措之外 長照能不能成功 最重要的就是地方政府的執行 所以我們在台南市看到了 一個成功的典範 我要再次跟各位長輩問好 我們也希望 我們這樣好的施政 能夠一棒一棒地接下去 謝謝